HELLO 大家好,我是Greta 今天就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究竟Shavarshan有多重要 以及Shavarshan的其他不同的款式 一开始我们就讲解一下Shavarshan究竟是什么 Shavarshan很多人都会形容它为大休息 但实际的译名叫做炭斯式 我觉得是死斯式,不是炭斯 Shavarshan是死斯,而Asana是色子 两个格文就变成Shavarshan 就是这样的意思 Shavarshan通常都是在瑜伽的最微微角度 有很多人会觉得休息 尤其是很多人叫他做大休息的关系 就好像觉得做完一个运动 做完一个练习就休息一下 然后就完结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是 如果你说要上多个一堂 要走堂 就会跳过Shavarshan 又或者是趕时间 就会Shavarshan不做 就离开这个练习 但是其实Shavarshan 就不是一个休息那么简单 其实这个色子是一个很悠久的形状 也有很大的意义 十五世纪的一本明主Hatha Yoga Pratibhika 就讲解说 Shavarshan就是你贪平 就像死斯一样的 令到可以将疲倦移走 而且也可以让你的脑袋安静下来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休息的形状 其实它是慢慢慢慢的 令到大家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 因为其实瑜伽来说 有八支Ape Limbs 色子只不过其中一支 而Focus和Concentration 都是其中的一支 所以我们之前做那么多的色子 那么多的动作 其实是慢慢的令到我们的脑袋可以安静下来 令到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 如果你说选择一个很动力很强的色子练习 例如NASA 流瑜伽 其实你动得这么多 动得这么大 动得这么快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都会在你的身体里产生了很多压力 虽然你说 你现在是减压的 但是是的 你动得这么快 动得这么多 是会令到身体有多些压力 之后做Shavarshan 其实是将你的压力放走 如果你是之前的练习 但是比较温和一点 其实那些动作可以帮你伸展 和松开 有可能你之前那一天 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也是 经常坐 经常塞在一个形状 附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里都会积聚了很多情绪的压力 和实体的压力 所以动得松开之后 有些情绪又释放了出来 身体肌肉有没有那么练习 但是人家会比较放松一点 所以一到大休息 你会觉得很舒服 在理想世界 其实大休息 不是你真的扯了鼻子 一拔电子就啵 在理想世界 其实是有意识的休息 换句话来说 你的身体是在休息 但是你的意识仲在 你是有意识地留意到自己的呼吸 但是在现实世界 其实很多人的睡眠 无论是质素 或者是时间 都不是 质素不是好 时间也未必很长 所以变了 一到大休息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是 一说 好了 大休息 我已经听到一些人扯鼻寒 我明白 我明白 那一刻我会觉得 你们真的很辛苦 你们真的很累 所以 当我教完班的时候 做大休息 听到同学扯鼻寒 我觉得 我也做得很好 我教得不错 令到他们可以真正正正休息 Servason 看似 从外观看 他只是在这里 好像很简单 其实他很简单 他说很不容易 但是 一位 瑜伽始祖 B.S.Aengga 是一个Aengga Yoga的创办人 他有一本书 就是讲解 在他的心脑中 瑜伽的色子由浅到深 最新的 最新的 不是什么手刀蜡 不是挂脚 不是什么拱骑 不是什么 就是Servason 也就是说回 不是身体 而是脑袋 你怎样去控制脑袋 不要到处飞 漫游 这样 这件事才是重要 这件事才是现在的精髓 很快就讲了 一些支援 接着说回 究竟大休息 Servason 是否只有一个款式 我当时 Auntie Greta 学习的时候 只有一个款式 就是扑平他的樽脊 脚大概直闊 手放在身体两旁掌心 转向天 眼睛合上 圆 真真正正 老实来说 我不是真的 懂得享受 那一款大休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本身的盆骨 是有前傾的状态 如果我要这样 躺平在脚 我要弄很久 我的腰才可以放松 沉向脚 如果我不太 唯意 就 大休息 很多时候 我的腰会 不太舒服 所以 通常之前 要做这一款大休息 我都要弄一阵 很久之前 当现在的目的 教瑜伽的目的 就不像现在 那麽多不同的原因 所以 癌症的正位 是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的瑜伽 越来越普及 也不是教导一组的人 一种的人 有很多人 做瑜伽是因为 用他来做另类的治疗 无论是身体的治疗 或者是心灵 或者是精神的治疗 所以 不是每个人 都会觉得 完全放得开 其实放开 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放开 你很难进入 去改革的境界 所以 现在 有多些不同款式的大休息 我都会和你分享一下 我一向教开的 或者我自己会练的 或者我见过的 当然 还有海量这么多 纯粹给你参考 其中一款 就是 趴在那裏 其实我是挺喜欢 因为我平常都趴在那裏 有些人 趴在那裏 是直脚的 有些人 我喜欢 曲起一边膝头 我会 側头睡 我不会真的趴在那裏 我就觉得 这款是很舒服 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有些人觉得 压着胸口 很难呼吸 另外一款 就是 側身睡 側身睡 通常膝头的中间 都会夹着 例如一个磚头 或者一个揽枕 让盆骨 可以比较舒服 而这一款 大休息 我喜欢教孕妇 瑜伽的时候 选择给她们 让她们 如果觉得 側身睡 是舒服 令她们 不会觉得肚子 这样压着 跟着这款 孕妇自爱 其实很多人都自爱 只不过我也是 我教孕妇瑜伽的时候 很多孕妇就说 我上课也是为了这个 这样 就是睡在 瑜伽枕上高 那个枕 就是被两个磚头托住 是十分之稳定 而 如果你是选择做这一款 留意 记住有没有瑜伽枕 或者是 十正一点的枕 揽枕 枕头 令到可以承托你整个身体的力 不是你睡了之后 那个枕头会变成型 因为这个 令到整个人 真的很放松 你的手可以放在身体两下 或者肚子也可以 或者举高手过头也可以 那脚也是 你觉得舒服的 直脚 动直脚 或者蝴蝶脚 怎样都可以 至于平分 有些人就喜欢 放一个蓝枕 或者有一些重量的东西 放在盆骨上膏 不知为什么 放在盆骨上膏 是会觉得舒服 有些重量 人是会容易放松的 也有些人喜欢把枕头 放在膝头下 或者两个磚 放在膝头下 都是有些曲脚的形状 有些人会觉得 可以放松一点 接着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两个之外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 Constructive resting pose 这一款就是 如果我没有任何道具 我一定会做 因为当我做这个形状的时候 我的腰就很自然 可以完全压起一张 我不用弄太多 弄太久 我通常会站久一点 如果我都可以 我才伸起脚 如果不是 我会做这一款 但我的脚 有时会退出一点 即是离开我的脚 走近脚尾 有多些空间 这个为什么呢 其实不关系好事 是关系乎可以放松 我的Fullmergate 有时我的Soul As 这个动作是一流的 很舒服的 因为Soul As 这一组肌肉 这个其实是一个 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Memory Muscle 就是一个 盛载了很多 记忆的肌肉 所以可以放松它 其实整个人 起码对我来说 会觉得脚一点 最后就是我的自爱 如果我找到一张椅 在我的家 就算了 我的脚一定放在一张椅 因为真的超舒服 这个其实跟之前那个 是有类似的 因为我的膝头 是曲了 我整条尾和骨 可以压住在脚 之外 我脚一升高了 我会即时觉得很脚 因为我自己的关系 我常常站很多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的脚 很重 有很多压力 我可以松回 我会觉得舒服一点 不过这些人就没有了 Sowas Release的情况 但是 是相同的 如果我在这个情况 通常我会用毛巾 蓋着身 如果可以的话 再找毛巾 蓋着眼睛 一有东西蓋着眼睛 我又会休息得很舒服 完完全全可以享受到 和外巾隔续 可以真真正正 融入我的脚底 今天就是我的小分享 希望 如果你是本身 不是一个 Servasin的粉丝 希望可以帮你改改观 如果你是 做齊全套 也希望可以解释 为何Servasin 是如此重要 下次见 拜拜